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色列战时内阁在经过长达七个小时的激变之后 最新表决是通过了人质释放的协议 哈马斯将释放五十名的以色列人质 主要是妇女跟儿童 那以色列这边则是一换三的比例 所以会释放关押的一百五十名巴勒斯坦妇儒 同时停火四天 眼前建筑瞬间爆炸成土飞扬 以军坦克不断发射炮弹轰炸哈马斯据点 但哈马斯也不是乖乖挨打躲在树丛里 房屋内看到以军部队就发射RPG火箭弹 就在双方持续激战之际 以色列战时内阁正在针对停火四天换取五十名人职进行投票 只是这一换三的协议让以色列 右翼人士非常反对 他们认为只有继续轰炸加萨才能救回所有人职 不过以色列战时内阁经过将近七小时激烈辩论后 在台湾时间周三上午点头接受卡达方案 休战换人职 根据CNN报道 虽然战时内阁表决通过 接下来还得经过以色列国会同意 如果一切都通过的话 最快在周五哈马斯就会开始放人 但以色列发出声明表示 人职释放结束后将恢复军事行动 直到消灭哈马斯为止 而金专五国领导人在周二晚上 针对尾巴冲突特别召开视讯峰会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各方立即听火 TB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看北韩在周二晚间 发射了间谍卫星 并且扬言还会有更多的卫星上太空 冲绳在第一时间也发布了警报 要求民众避难 北韩此举引来了美日韩的强烈谴责 认为这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恐怖空袭警报大作 冲绳居民周二晚间又被通知 紧急避难另一头同一时间 日本南韩上下绷紧神经 因为北韩又发射不明物体 这回宣称是军用侦察卫星 官媒还夸耀顺利送上轨道 释出领导人金正恩亲临观看火箭发射的照片 北韩第三度间谍卫星试射 历经两度失败终于成功 从五月首度发射到十一月解决技术问题 南韩分析是俄罗斯技术支援 而这次北韩的行动比先前预告提早 甚至扬言继续发射引发抨击 尤其外界揣测 北韩使用弹道飞弹技术来施射 无视国际规范 日本自会对爱国者三行也戒备 南韩则中指部分919军事协议 南韩抗议军事挑衅决议恢复军事分界线的侦察活动 增强应对北韩威胁 而美国也齐深谴责 而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 也在周二进驻釜山港戒备 近期战斗群二度访韩展现协防决心 TVBS新闻得不到 好日本经济新闻报导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要在2024年到美国来进行访问 岸田之前到美国旧金山参加APAC会议的时候 就与拜登进行会谈 拜登当时就表达将给予岸田国兵待遇 希望能在2024年尽早的访美 岸田也针对了访美计划展开了协调作业 届时将深化每日在安全保障 经济等领域上面的合作 跟拜登进行会谈 那预计岸田会在2024年的3到4月之间 在适合的时间访美 所以现在推估有可能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如果顺利成行 岸田将是继2015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之后 又一位以国兵身份访美的日本首相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内 现在选战越来越近了 昨天国民党的侯友仪是喊话柯文哲说 可以重审九份民调 那今天早上柯文哲阵营就派出了竞选总干事 黄珊珊来开记者会 不过她是婉拒了 而且她还说九份民调里头 其中有的是只有新闻稿 到底何必重审 别做徒劳无功的事 这是民众党柯文哲阵营的正式回应 不只认为没必要再次检视九份民调 更指国民党参选人侯友仪的做法 只会再度激怒支持者 拿出专家会议当晚 梁振英提供的九份民调 柯振英专家代表点出 当天排除的三份民调 除了诠释化会员之外 其中还有两份只有新闻稿 是要怎么审 直白说就是不管审多少次 都会绕着原点打转 双方不但光是计算模式闹分歧 神秘的6%更是争议所在 专家拿出民调 这6%当晚就出现在 国民党的统计学里 民众党的这一项 这一份的抽样误差 是2.98个百分点 如果你算抽样误差范围的话 就是接近6个百分点 太有心机 不要把这个 我们的讨论结果导入荒谬 还是因为纯粹的计算错误 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 刚刚国民党所提的 那我们过去十几二十年 电视上面所做的民调 所讲的全部打掉重链 民众党踩住立场 没必要派专家公审民调 再把球丢回侯友宜 蓝白过招 歹戏难落幕 TVBS新闻 华少平李学位 立品艾森少组 新北采访报道 好看起来蓝白 兵临破局 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 也忍不住了 他说国民党 这已经是 极度忍让的状态 所以希望课问者 可以好好想一想 其实连胜文 还对黄珊珊喊话 说想想你前长官 宋楚瑜说过的 人在做 天在看 连胜文 站带母鸡 带着党内新庄立委参选人 讲新章登记 毕竟自家真母鸡 还有钥匙 没搞定 甚至侯市长你说 如果民调专家 审视的结果是 这个应该是 由他来担任副的 那他也愿意接受 我想这已经是一个 为了台湾人民 为了台湾愿意退让的 最大的一个极限 说国民党已经好几让 不跟你比政党支持度 侯友宜也要科职球对决 再找两名民调专家 珠玛各一位 二对二公平检视 九份民调 输了愿意当副手 只是民众党的回应记者会 不是尤科亲自说 室友主战一位农的 黄珊珊出马 是否代表破局 只差输出口 黄女士如果还记得 他过去这位长官 宋淑儀先生 如果他还心里面 还记得这位老长官的话 那这位老长官宋淑儀先生 曾经讲过一句名言 叫做人在做天在看 希望他现在有了新的老板 也能想想看过去的长官 对他的提拔跟扶持 以及教导他的很多 做人重要的道理 赖英这几天不少人 狂喊黄珊珊别再战 难道历史罪人 你要单 看到很多国民党发言人 其实我难过 我们大家不是在合作吗 我们不是最大的敌人 是赖清德吗 从当天晚上 我们在里面没有共事 他们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破局你们就是最大的罪人 破局不愿说出口 将局谁造成的 我推你你推我 他们的发言人叫做黄子哲 每天上call in节目就说 民众党要负最大的责任 我听过这句话 已经听过一两个月了 你如果认为民众党的人这么坏 柯文哲这么没有诚信 你为什么每天还要来找他合作呢 倒数阶段蓝白继续互相叫嚣 若不合双方想靠气宝赢賴消 最终只会被非绿选民一起请下去 TV队的新闻高子哲 失险人员中海域台北藏不到 好 不过刚刚收到最新讯息 是侯伴在下午的两点半 也要开记者会来对黄珊珊说的 进行最新的回应 但不只有蓝绿白 其实还有一个人也有能力 在这一周登记参选总统 这个人就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但自从10月下旬传出 中国大陆开始对鸿海旗下的富士康 进行税务稽查之后 郭台铭就鲜少有公开行程 不过最新中国大陆税务总局 却只对富士康的子公司 复联科技祭出了8.8万元台币的罚款 但也因此又被国内质疑 原始人的一拼独立参选的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22号上午 召来挺郭的评论先议长 周典论来他的住处商议 但到底要不要像中选会登记 至今他还没下最后决定 90万连数就摆在那边 郭台铭的一念之间牵动大选 但连数期间 大陆方面曾对他鸿海旗下富士康 展开税务稽查及用地调查 一度大张旗鼓 但现在最新结果出炉 武汉市税务局 却只对他的子公司 复联科技罚款人民币2万元 折合台币8.8万而已 亲罚8.8万元 绿营的见解是证明 中共成功戒选 对此郭伴未表意见 但对总统大选 郭台铭似乎不愿放弃 任何机会 近期与柯文哲的密会 更是几乎天天上演 郭董不敢再怎么样 他还是一个大企业家 如果再也要整合 应该全部要整合 你不要说一开始 要把谁排除在外 我也不赞成那种想法 所以在可能的范围内 我们当然是 就尽量去什么 去call 同时与蓝铭 有段不太美好的交手经验 就算一度与郭台铭 渐行渐远 双方没登记之前 曾经的金门海事三盟 都在有效期限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国际的讯息 就是阿根廷这边的政局 19号大选 右派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米雷伊获得了胜利 53岁的他原本就是经济学家 那他也曾说 上任之后要大砍阁员 还要关闭央行 并改用美元取代批索 来解决阿根廷的经济危机 阿根廷19日举行大选 右派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米雷伊获得胜利 他得到56%的选票 赢对手中间偏左 现任经济部长马莎 12个百分点 超出选前预期 支持者在街上狂欢 大选结果出炉 国家政策还未明朗之际 阿根廷的金融市场 已经弥漫一片乐观气氛 周一股债双双走扬 民众大多表示 宁愿把赌注压在米雷伊身上 也好过现在的左派政府 今年53岁的米雷伊 原本是一名经济学家 2021年才选上国会议员 他穿着皮衣 留着长发 不像典型的政治人物 反而更像是摇滚歌手 他也深获年轻选民的支持 米雷伊的政见 也与他不羁的外形相呼应 极端又颠覆传统 他主张小政府 始研上任后要大砍阁员 从18名降到8名 还要大幅缩减支出和减税 他提出公立学校改采教育券制 也就是发给家长教育代金券 让他们自行选择学校就读 学校间互相竞争 借此提高教育品质 阿根廷的通膨标破140% 政府过度支出还实施贸易保护 国家债台高竹 只能拼命硬批索来还债 经济陷入混乱 米雷伊提出的极端解放式 关闭中央银行 必改用美元取代批索 IMF对这些政策发出警讯 敦促新政府维持金融稳定 经济专家也认为 米雷伊的想法太过乐观 国家改用美元至少需要300亿美金 政府根本拿不出来 有些拉丁美洲国家已经采用美金 像是萨尔瓦多 巴拿马和厄瓜多 但他们的GDP规模比阿根廷小很多 所以无法作为参考 其实阿根廷在1991年 也曾经实施过 类似改用美元的政策 但2002年国家还是违约了 不少民众对米雷伊的 非常做法也感到不安 米雷伊所属的自由进步党 仅创党两年多 在参议院占10%的席次 在众议院为15% 新政府要推动政策 必须与其他政党结盟 米雷伊其他的极右主张 像是反堕胎 支持涌枪和否认 人类导致气候变迁 都与美国前总统川普类似 因此他也被称为是阿根廷川普 阿根廷大选结果出路后 川普和巴西前总统波索纳洛 已经致电恭贺 全球极右的势力又再添了一股力量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好 再来关注到 虽然拜席会顺利结束 但美中科技战还是越打越火热 财经媒体彭博就分析 目前没有受到制裁的封装部分 有可能是美中的新展现 根据彭博的报道 他说美方即将把施压的注意力 转移到半导体 要达成较高表现 也就是相当关键的封装程序 专家表示 封装是半导体产业创新的新支柱 将剧烈的改变晶片业界 中国大陆看准了先进封装技术的潜力 正在善用这个没有遭到美方制裁的领域 取得的进展 而且有望赶上差距 同时努力扩大全球市占率 因此可能会成为美中科技战的 下一个关注焦点 好我们再来持续关注到的是 中国大陆电动车龙头比亚迪 进军了纯电动超跑市场 他推出了仰望U9 预估的价钱 大约是在新台币500万上下 那这次也在广州车展上面公开展示 那后称透过智慧悬吊系统 就算轮胎爆胎 还是能高速的前进 这引起各大的电动车厂关注 直上流线外形 极具科技感 不仅能在赛道上奔驰 也能轻松通过障碍物 适合行驶于城市街道 大陆龙头车厂比亚迪 在广州车展上 首次秀出仰望超跑平台 逆四方概念车 往高阶汽车技术自主化目标 更推进一步 仰望超跑平台 不仅能够提供极致的性能 还能为更安全 更豪华 更智能的驾驶体验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不用传统机械煞车或转向 装在车轮上的感测器控制器 可及时监控轮胎运动状态和压力变化 一旦爆胎或胎压过低 就会自动减速或刹车 确保车辆行驶安全 比亚迪为了打造自家超跑 2016年砸下重金 挖角前奥迪设计总监 沃尔夫·刚艾格 让外界见识 比亚迪摆脱山寨恶民的决心 比亚迪幕后研发纪录片 搭着仰望U9亮相热潮顺势推出 可依亏工程团队采用碳纤维车身 架构的研发过程 比亚迪进军纯电超跑市场的首款产品 大约新台币500万就能入手 抢供百万级豪车试战磨刀祸祸祸 TV别新闻 肖明珍 戴源丽综合报导 好我们再回到国内来看高雄 又发生了停电状况 这次更夸张的是 左营在短短三天遇到了三次的停电 居民自然是大苦涂水 那台电说是因为地下电缆老旧 绝缘体发生了烈化 所以两次故障的地点不同 当天都处理完毕 不过高雄市长陈其迈非常神奇 又停电了高雄左营区 21号晚间9点多 整条路黑77连号制灯都没有 停电范围包括华夏路 大中二路 真子路都是车多的重要路段 台电抢修一小时复电 只是同一天上午高铁站也停电过 上午十点多大厅部分区域停电 首服厅停摆 游客只能出满力扛行李移动 餐饮店用人工点餐 早上停 晚上也停 前几天也停过一次 从19号开始 左营区的大中华夏路停电4600多户 接着21号早上左营的双铁停电 巨蛋百货延后一小时开门 晚上郑德新庄路一带也停电 影响快5000户 左营区轮流煤电 居民大吐苦水 现在不是用电的高峰夏天 进南还能够连续三次大停电 这如果不是台电太差劲 就是民进党政府太无能 人员政策犯大错 台电初步检视停电问题 出在地下电缆 两次的故障点不同 主要原因是包覆电缆线外层的绝缘体 烈化 破裂的痕迹清除可见 因此台电人员紧急修复 因为地下电缆的绝缘烈化 而且故障点位置不同 本处两日总计动员 近百能力 初包故障的电缆线 已经设置22年 由于埋在地底下 人工巡查不易 也受限于不接电的状态 才可以检视 这次停电是电缆老旧造成的 台电承诺优先 态换该区1.6公里的高压电缆 毕竟同一区三天三度停电 这样子的频繁率 老百姓恐怕接受不了 TVBS新闻李战胜 吴仲勋高雄报导 好 另外也是夸张的情况 是台61线 西兵快速公路北上的路段 竟然出现了巨石 那也包含的是 不仅骇的汽车闪避 不及冒白烟 还有重机骑士 撞上巨石碰飞 地兵快速道路上轿车 来不及散避掉在路中央的巨大石块 吐仕卷进车顶冒白烟 紧接着重机撞上了巨大石头 当场喷飞 七巡骑士及乘客 衰落在马路上动弹不得 不老快乐骑士车队的骑士与乘客 因此受伤 得开刀治疗 到底这巨石从何而来 警方正在调查 11月9号 原本摆在铁道旁的截断树枝 竟然出现在铁轨上 隔了八天又有树枝出现在铁道上 摆放整齐 11月9号是盗班同仁 在巡查路线的时候 发现那马上就移除 11月17日这一次 是集运帷幕的厂商 在工作的时候发现 显然是蓄意堆置物品在轨道上 原来林铁1到5公里路段 9月到11月进行帷幕伐除 及除草作业 截断的帷幕暂时堆放在铁道外的空地 林森东路路段的铁轨 却连续两次 以似被不明人士放置 截断的木头树枝十分危险 到底是谁在搞鬼呢 林铁文之处调阅监视器追查 尚未发现可疑人车 铁轨上堆木头树枝 到底是不是人为的 相关单位将持续追查 依照铁路法规定 在铁轨或有关的设备上 堆积放置或抛植物品 足以妨碍行车安全者 可处一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金 民众千万别以神触罚 TVBS新闻及健康嘉义报道 追踪第一线 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 远见杂志主编罗之银 他要跟我们谈谈台湾企业 在欧洲大陆投资的新选择 其相对于德法义等 欧洲主要的经济体 陆续传出台湾企业并购案 其实在眼光独具的企业大当中 台湾跟瑞士两地的状况 是相似又互补 所以成为值得开发的策略型投资保地 所以我们要请教指引的是 这两个国家在哪方面相似又互补呢 而且又有哪些产业 最受台湾企业请来 主播您好 是 谢谢 其实我们远见杂志 这一次非常荣幸 在疫情之后 率先来到了瑞士 探查这里的产业有什么不同 而且我们这次 其实我们的目的是 希望可以寻找一些 新的投资方向 新的投资标的物 跟新的项目 那这次的 我们这次去参访历程里 发现其实瑞士跟台湾的相似 在原始的时代 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非常相信的 因为瑞士它的土地面积 是4万1千平方公里 那台湾是3万6千平方公里 其实两地非常的像 而瑞士它这个国家 它的周边的列强 真是环似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奥地利 列治科之登 环绕于它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内入而被列强环似的一个国家 其实跟台湾的情境也有点像 那就传统的经济效益来看的话 它其实它的矿产资源 也是非常的不丰富 跟台湾一样 它的山非常的多 跟我们一样 它中间整个部分都是阿尔卑斯山 那我们的是中央三脉 其实我们的两地的矿产也都不好 所以我们原始的经济条件 其实并不好 所以我们两个国家 长期以来发展的方向 都是知识经济 但是在知识经济之下 我们两国又有点不同 是我们最明显的差异是 其实两国的GDP 其实是总额是相近的 在瑞士来说的话 它的GDP大约是 8千亿美元一年 那台湾大约是 7千6百亿左右 所以我们两地的 其实GDP总额其实是相近的 但是其实呢 他们的人口数 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 换句话说 就是他们的人均GDP 其实是我们三倍 他们的人 其实赚得比我们多很多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差异 其实是产业结构 还是有点不同的 瑞士的产业结构里面 我们都知道瑞士 你对瑞士的影响会是什么 比如说你去哪里 会想到瑞士刀 瑞士药厂 或是瑞士表 这几个部分 但是这几个部分 跟台湾却有一个 微妙的重合 是台湾虽然我们在 瑞士 我们在表 这上面不行 但是我们在精密机械上面 两者其实是很相近的 我们长期以来 工具机非常的发达 但是工具机也越做越小 越做越精密 其实也是 中表 从小的慢慢往大 中间出现了一个重合 那当然也包括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瑞士刀 瑞士刀其实它是工具 它是机械的一种 磨刀磨得很锐利 材料上面的一些演化 其实在台湾也非常的厉害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 其实是生计医疗 瑞士药厂 我们在疫情期间 非常的认识它 还有瑞士的罗氏药厂 还有诺华药厂 这些药厂我们都非常的熟 我们的戳鼻子的这个筛剂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那台湾其实虽然没有制药产业 但是我们在ICT的 这个产业的延伸之下 我们在智慧的医疗上面 这些机台的设计 其实是非常好的 因此我们两地之间的产业 其实瑞士人对于我们的产业 其实是很羡慕的 对 因为它其实是说 他们觉得 哇塞 你们这些机器 都是你们做的 他们一听到我们的 这个ICT的这个能量 都非常的羡慕 而我们的ICT而创造出来 这个非常低廉成本的 这些精密的仪器 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羡慕的 这是两者之间 我们两个国家 接下来可以互相互补的产业 好 当然善用并购策略 可以帮助企业转型 也是企业发展的加速生长剂 不过接连遭受黑天鹅袭击的 欧陆经济 有这几年却意外成为 台湾企业向外扩张并购的 机会之窗 我们要请教指引的是 目前企业是否因为 经济上面的冲击 有大量企业是代价而沽 而且这几年 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是增加的 是否也因此在并购市场上面 有更大的优势呢 OK 主播您的这个问题 我可能需要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说法 因为代价而沽的说法 好像是欧陆的企业 他们在经营上面出现什么问题 很急切地要卖的那个意思 但其实就欧陆企业来说的话 他们其实并没有经营的不好 而是说他们其实常常已经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企业体 过去每一个事业体 他们各自会有不同的毛利率 那以前经济好的情况下 就是赚钱的事业体 再赚不赚钱 比较不赚钱的事业体 但是到了这个现在 因为今年这几年开始 总体经济出现了非常多的变数 黑天额比较多 比如说战争 比如说美中之间的这个 博弈之间的重组 以至于其实整体经济变得没有那么多的 不确定性高的时候 这时候这些企业就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可能可以把它拆分出去 独立出去卖给别人 这个时候它才出现了很多新的这个窗口 所以而且这时候的窗口又有点不一样 是说在疫情过后 我们以前都觉得买 在对卫视的印象 就是买东西好贵 什么都很贵 那买公司是不是也很贵呢 事实上的话 就是就我们这次的调查来看的话 其实安永有做了一个市值上面的调查 这些公司的市值 其实在过去比起三年前 在疫情之前 其实都只有过去大概五成到七成之间 其实这样子的结构来看的话 就我们想要购买的人来讲 当然是希望可以买的 越评价越好 那可以买一个就是毛利率 就是因为其实台湾的企业 大部分都是我们常说毛三到四 就是毛利率只有三到四% 但是对就是你去买一个欧洲的企业 它毛利率有10% 其实对我们来说都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可是对欧洲的企业来说 他们赚习惯了30%的毛利率 他们可以把10%毛利率的企业 这个部门分出去卖掉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交易 所以今年看起来有一点特别 是在这个疫后的情况之下 它的总体经济又还没有复苏的情况 出现了一个机会的窗口 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很不错的一个时间点 好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友达上个月宣布要赤资6亿欧元 大约是新台币204亿元来收购德国企业BHTC 那文华科技9月宣告说要以38亿美元并购加拿大半导体公路 所以我们要继续请教指引的是 台湾企业积极在欧美展开跨国并购 这优势在哪里呢 是 是 其实主播我们可以延续刚刚那个题目来说 其实在疫情期间 瑞士人对台湾的印象蛮好的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说 瑞士它有几个主要产业 比如说罗氏药厂 洛华药厂 它的生计医疗产业其实是非常蓬勃的 但是它那个时候 其实台湾在疫情的前期 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整体防疫的成效 其实全世界都知道的 在这个情境之下 其实瑞士人对于台湾这个地方 既然这么小的地方 这么有能量 可以把自己的防疫 公共卫生做得这么好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国家 因此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好感度其实增加了许多的 这点其实确实是在疫情没有见过的 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这一次有访问了 就是住在日内瓦的苏银军大使 它其实主要看的是WTO 这些国际组织的联系 它跟我们说 其实在疫情的这三年 尤其是比如说 每一年在我们的非邦交国 在WTO上面 为我们国家发生的 这个数量越来越多 到以前是可能一个都没有 现在可能有五个 到了2023年 其实只有11个之多 其实这样子的成果 我们以我们这么艰难的外交出境来说 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 而这个国情 就是台湾的国情上面的改变 对瑞士的企业来说 它也相对比较愿意 可以想要卖给你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 他们很可能卖的是 他们这个大集团里面的某一个单位 而他们卖的其实也是亲儿子 他们也都是一把 拔尸把尿养大的 他们也不会随便把它嫁给别人的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 在台湾的友善 对台湾企业的友善 跟对我们的整体形象的好感 其实促使了我们可以开启谈判这件事 这是在疫情期之前没有过的事情 但还有一个部分是说 以前其实跟我们 跟台湾的企业同时竞争价格 想要购买的这个敌人 这个敌手 商业上的敌手 其实也是中国企业 但是中国在总体经济的 这一年这一两年 其实也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 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去做这个竞价上面的谈判 这个时候台湾的企业 其实并不差 而瑞士的企业对我们的接受度 也是高的 这一点这个消长 其实也是在疫情之后才发现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这一趟出门 很大的一个收获 好我们刚刚听完远见提到的这些商业模式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关心 跟你我都有关的加薪问题了 年底到了要留人才最快的方法 应该就是加薪了吧 广达拍板在下个月开始 八值等员工加薪三千元 而且加码弹性上下班制度 而兆丰金和库金 还有第一银等金融机构也宣布 明年起比照军工教调薪百分之四 科技业加薪时有所闻 日前代工大厂广达 他就宣布要替员工加薪 从12月开始 以八值等的员工来讲 每个月可以多出三千块 根据111年的年薪排行 广达平均员工的年薪达150.1万元 不仅如此 也加码公布弹性上下班的制度 对此广达回应 这个调整主要是因应通膨跟物价 并不会影响到年薪的调幅 至于弹性工时 原本就有实施 只是现在可弹性的时间扩大 上班时间从早上七点到九点 而下班下午四点到六点都可弹性 当然也是希望固定加薪 可是就因为每个行业 它的产业别的结构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不会 我不会做这种比较 其他行业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在工作嘛 为什么就有科技业会加薪 确实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结构 但看到产业固定调薪 还是让不少人好羡慕 赵丰金和库银第一银 张银华南银行等也宣布 比照军工教2024年起 加薪4%为基础起跳 中华电信也宣布 明年元旦起全员定额加薪 幅度会优于4% 餐饮业也跟上加薪潮 鼎泰峰连续两年替员工加薪约10% 挖称泰统集团设有考核升迁制度 每年调薪幅度达10%到35% 以缺工比较严重的餐饮业 是幅度跟比例是比较明显的 加薪的效益陆续 从内需型产业扩散到外销 导向的科技跟制造业 根据另一家人力银行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四季有48%的企业主 愿意加薪抢财 从内需型产业到外销导向的制造业 企业想留财 势必得祭出更多利多 体决新闻收集节台北上报道 还有来关心OpenAI宣布解雇执行长 Ultman之后 彭博社引述了知情人士报道 Ultman跟OpenAI董事会的成员 已经就Ultman可能会回归展开了谈判 这些讨论还涉及到OpenAI某些投资者 因为许多人都在推动Ultman恢复职位 知情人士表示 OpenAI希望在感恩节前解决公司乱局 让员工无需在不确定之下度过假期 虽然Ultman去向未明 不过CNBC是引述消息 说微软正为OpenAI的员工 准备在旧金山的新办公室 而且配备MacBook还有办公室的空间 以及准备入职的程序 同时部分投资人也传出 正考虑对OpenAI的董事会 采取法律行动 投资人担心OpenAI一旦垮台 数亿美元的资金将血本无归 年底快到了很多人期待耶诞假期的到来 所以过年的气氛自然是越来越浓厚 香港迪士尼乐园这边也重金打造了冰雪奇缘的主题乐园 20号正式对外开幕 所以吸引了数千名的粉丝到访 终于等到乐园开门 大批粉丝边欢呼边直奔各项游乐设施 全球第一座冰雪奇缘主题园区 20号在香港迪士尼乐园开幕 打造动画中的艾伦戴尔王国 小朋友们跟着艾莎公主一起施魔法 玩得不亦乐乎 现场许多粉丝都来自国外 以电影剧情中的向雪节庆典作为主题 艾莎接受自己的魔法能力 终止永恒冬天 邀请宾客前来共襄盛举 乐园中包含云霄飞车 和游船两款游乐设施 带领游客走过各种电影场景 浓浓北欧风相当壮丽 受到先前疫情打击 香港迪士尼已经连续亏损八年 冰雪奇缘主题园区 成了乐园的新希望 期盼艾莎的魔法能扭转颓势 今年九月迪士尼才宣布布局未来十年内赤资600亿美金 约合台币两兆来扩大主题乐园和度假村已经游轮业务 就是看好这块市场的发展潜力 说到主题乐园迪士尼的老前辈 地窝利花园十九号也在军月声中正式揭开今年的耶诞主题装饰 为于丹麦哥本哈根西元1843年开幕的地窝利花园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园之一 不过别以为来到这只能看古迹 大型游乐设施搭配华丽的灯光装饰 想要更刺激的话还有云霄飞车 累了可以在湖上划船享受片刻的宁静 占地超过八万两千七百平方公尺的游乐园 从万圣节主题换装到耶诞风格 世上兼具的工程 入夜后还有精彩的灯光秀 壮丽的城堡让整座乐园仿佛变成另一个世界 地窝利花园在180年前的开幕初期 连知名作家安徒生都是忠实粉丝 华特迪士尼也在1950年代多次造访 为打造自己的乐园注入灵感 现在更成了丹麦人每年耶诞前夕必访的地点 由金奖影帝瓦昆菲尼克斯领衍英国名导雷利史考特最新立作拿破仑准备抢工年底假期票房市场 剧情琢磨在拿破仑传奇一生和皇后约瑟芬之间火爆又难以断舍的复杂关系 而拿破仑在战场上的标志 双脚帽现在也身价不菲 估计他生前拥有大约120顶双脚帽 其中一顶19号在法国拍卖 最终以193.2万欧元约合台币6700万卖出 虽然帽子的外观有些破损 但已经是200年过后少数保存状态相当良好的 根据拍卖行的资料 这顶帽子最早的拥有者是拿破仑的手下军官 几经转手后被拍卖行收购 得标者没有公布身份 而这次的拍卖价格也打破2014年 拍卖行以6400多万卖出另一顶拿破仑双脚帽的记录 TVB新闻综合报道 还有一件事情是全球关注 也就是全球海鲜的需求因为不断的成长 但过度捕捞之下海洋资源也早就耗尽 在美国年轻族群也就掀起了吃鱼罐头的风潮 不仅成为新宠也被封为辣妹食物 明明只是罐头食品用心摆盘后 瞬间质感和美味程度都大升级 美国旧金山这间酒吧没有餐饮执照 主打鱼罐头下酒菜依旧吸引不少顾客上门 欧洲人常吃鱼罐头 不过在美国却是疫情期间意外爆红 民众在加时间变长后 开始出现以鱼罐头为主的各种创意料理 再加上网红的推波助澜 现在在美国微微风潮 美国的鱼罐头产业崛起 更被分析师封为辣妹食物 因为主要的客群都是讲究快速 又要吃的健康的职业女性 市场研究机构就估计 全球鱼罐头产业的产值 五年内渴望达到110亿美元 超过3.3兆台币 其中美国年轻族群 就是推动这波成长趋势的主要原因 不知吃鱼的方式正在改变 养殖方法也不断进化 看准美国人爱吃鲑鱼的饮食习惯 挪威海产公司在佛罗里达州 打造陆地鲑鱼养殖场 这座养殖场透过室内循环系统 精准控制水温 研度含氧量和光照 来模拟适合鲑鱼生长的自然环境 业者声称如此一来 不用靠疫苗或者用药 就能将鱼的死亡率降至3% 远低于业界水平的20% 同时还能降低海洋圈养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中国大陆全球最大的水产养殖生产国 也正尝试降低养殖漁业的生态冲击 这座位于烟台市的海洋牧场 把渔温移往距离海岸更远的地方 声称能借由洋流循环减少鱼液废弃物堆积 同时也引进高科技的监控系统 来提升鱼类的生长环境 随着海洋资源浩劫 发展养殖渔业取代捕捞式国际趋势 印尼也极其直追 逐渐成为世界第三大水产养殖国 不过伴随而来的污染 也对沿岸生态造成巨大破坏 现在印尼当局在全国各地 建立100多个水产养殖村庄培训渔民 从疾病治疗 废水排放官面和饲料着手 目的减缓冲击 扩大产量 全球对于海鲜的需求不断成长下 也更加凸显食物有势的重要性 TD新闻总和报道